第一屆是非hip hop大賽 正式開始 Let's go 有一天有我的朋友 他很醜 他說開電視看看就別煩惱 我說好好好 然後看到這個show 不主持是沒有了 又鬼死這麼粗魯 但正著的樣子 真是Wonderful 一起打火鍋 大家Hi Hi Hi 一起做實驗真是乖 I go to school by bus Do you know what I said 我喊什麼 Oh no Oh no Do you have peace down When I say yes no You say man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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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прав小丁 到底他是誰 想知道 Debika今集的 魔師有碑 Peace 你怎麼喊得這麼大聲? 怎麼回事? 根本是他 真不容易 怎麼? 讓我進去查 你們是不能破壞兇案現場的 我有理由相信兇手就在我們之中 什麼我們之中?這三個而已 我是名偵探Jason 我是名偵探Karen 我以火博士的名義發誓 我們會找到真兇的 Karen博士 這三個移兇你就先帶走 好 現場就交給我 照你們所說 你們大家都在一個小時之前 在這裡跟死者見過面 對 監製說我表現很好 公司還給我們獎金 支票也在這裡 對…監製也是這樣跟我說的 我猶豫 等等 為何你有三萬元 你有千五 我只有二十元 監製好像是看表現的 我也不知道 不可能 你們肯定看到你改出銀碼 這個問題 就等科學來回答你 名偵探Karen 把三張支票上填了銀碼的地方 剪出來 分別放在酒精上 讓墨水化開 再把三個樣本分別滴在白紙上 那就可以知道誰是兇手 我剛才就在監製的房間找到這支筆 我相信他就用這支筆 去簽你們的支票 現在就用來做這個比較 張子一碰水 就不停把水吸上去 還帶上四個墨水樣本一起向上升 等了幾分鐘之後 都好像沒甚麼特別 甚麼沒有 你的樣本擺明和其他人不同 還裝作 好,結果已經出現了 我們看到監製的那支筆 跟Mei Yen和Tiffany的墨水樣本 是比較相似的 你會看到下半部分 偏向淺色而深色的部分 就在上面 而BOY是平均分佈的顏色 不同品牌的墨水筆 通常都會有不同的配方 即使你看到它們本身都是黑色 但是因為這些色素的分子 它們跟水和紙面之間的親和力 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再給它們一些時間 你就會發覺 它們向前走的速度就有出入 所以就會做到這個效果 已經知道寶兒的筆 和監製的筆是不同的 原來是你 Bee,Bee,把整體拿出來 真的有筆 甚麼?監製沒有射銀牙 我問她,她會這樣 那我就需要三萬元 但我沒有殺她 這樣就可以了 不管了,兇手肯定你 稍安無措 單憑一枝筆的證據 其實又不足以指證 Bee就是兇手 是呀… 怎樣? 再找證據 你倆疑犯假扮無辜找線索 挺好戲呀 你就是疑犯 我懶惰了 甚麼? 監製很喜歡喝我買的咖啡 既然喝剩一半,肯定有古怪 說不定咖啡不是監製喝 是其他人喝呢 好,讓我拿去化驗一下 我來 Karen博士 只有咖啡妹又找到甚麼證據 這個問題… 讓科學來回答你 明偵探為什麼拿一罐朱古力粉出來呢 茶案都要享受 真的有生活態度 不是吧 沖朱古力怎麼會用掃又用膠紙 朱古力粉是用來套取一隻杯上的唇印 博士 你拿著唇印也不代表甚麼 那當然不代表甚麼 還欠你們三個唇文 拿紙來,讓我親密張紙 獻出我珍貴的唇印 證明我的清白 是否真的要疼? 怕甚麼?你想去嗎 我先戴嫌疑反 Boe 看她的紋路相當不像 May Yen這個唇文 比較淺的 和我套取出來的唇文 就十分不像樣了 這個是Tiffany的 是… 還不是你 你會看到這一邊 是有一些偏向深刻一點的唇文 就和我在咖啡杯裡套出來的唇文 就似乎吻合了 其實唇文就和我們的手指毛一樣 每一個人都是很獨特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唇文去辨認人的身份 至於唇唇上的皮膚 其實都會分別一些油分的東西 所以我剛才用朱古力粉 去掃這個唇文的時候 就很容易顯映到出來 我還不是你 是…我是有喝到監製杯咖啡 那你為甚麼偷喝他的咖啡 其實剛才監製給我的支票的時候 他無緣無故聽了電話 然後很快地離開 然後桌上又有杯咖啡 我看到他沒喝過 又不想浪費 那就喝了 那為甚麼喝一半 因為真的很難喝 你壞人 別說難喝 你們不要這麼激動 其實我們還未找到真空 不如我們去Jason那裡看看 好…走…走…走… Jason博士,你搞定了嗎 根據有個初步檢測 監製他身上並沒有明顯的傷痕 所以沒理由有那麼多血 我懷疑有人把假血放在那裡 他為甚麼要這樣做 可能他想隱瞞一些東西 不過不隱瞞 逃不過我的眼睛 你們跟我進來 好,讓我噴血液發光的血液劑 好… 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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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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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明遮住血液 我這麼天天無縫的計劃 為甚麼會失敗 我噴血液發光顯現劑 它的成分就是Lumenol和雙氧水 平時這兩種物質混合 有一個很慢的化學反應 但如果加入了鐵質 就可以吹化它們的化學反應 令它放出藍色的光 就是因為血裡面 含有血紅素的蛋白質 中間是有鐵梨子的 所以噴下去之後 那些鐵梨子 就吹化Lumenol和雙氧水 令它化學發光 就看到剛才有真血的地方 有藍光 謎底已經解開了 兇手原來就是MaeN 不…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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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聽我的解釋 監製說有獎金 但後來我發育只有20元 那我打算呢 發一些性感獎給他看 打算有多些獎金 怎知道他看完之後 流鼻血了 然後一肚子就弄成這樣 監製我對你不像 嘩… 嘩… 你怎麼聽到MaeN的聲音 監製你還沒死 你死我也沒死 我看完你的照片 吐了幾斤血 我以為自己快要死 所以寫定M字在那裡 讓人知道是你害我 你呀…不要再把照片給我 你發了什麼照片給他 不是這張 嘩…我的眼睛 看眼罩也沒用 還誇張 嘩…真是很懶惰 嚇死我了 不要… 看不到… 看不到… 嘩… 老闆,我咳到垃圾了 被你打死我了 對了,你這麼嚴重 我們有隻新藥水 萬事萬靈 拿給他 接下來 想凍飲還是常溫嗎 他在水裡也有要凍飲嗎 現在天氣很流行 而且你知不知道 冰著還可以補側 給錢 老師… 又用過來 他很嚴重 在雪櫃拿給他 知道… 慢慢來… 不急的 好舒服 這隻眼藥水真的很清涼 用了一年都這麼棒 當然 我們良心小點禮 還要用 但眼藥水不是一個月就要用完嗎 當然 不,雪著它可以延長保鮮期 是上色 話說回來,你還有錢嗎 好 嚇死我悲,未必是悲 道弟軍藥物雪藏是否可以補側呢 稍後回來告訴你 好 給錢 雪凍了?沒有喝很多的 來 來 來 雪凍了也會冰涼很多的 滴多點… 好嗎 好 好 其實我是藥師 有否幫到你們 好 Lisa 幫我告訴他們 雪凍了的藥物 可以延長保鮮期呢 其實是不行的 藥物是否需要冷藥在雪櫃 是好看藥的藥性和製造方法 例如眼藥水 一般的眼藥水都不需要放在雪櫃 某些眼藥水就算需要放在雪櫃 一個月也不能用 至於啟藥水一般都不需要放在雪櫃 30度以下 室溫、陰涼的地方就可以了 需要放在雪櫃的藥 例如椰島素 或是液體的抗生素才需要放在雪櫃 如果有問題 可以看看上面的藥物標籤 真棒 其實我不用買這麼大的雪櫃 刑警,收拾東西 裡面沒有藥 是嗎 還給我三元 還給我剛才的錢 好 其實Lisa,你這樣賭我米 真的不太好 但你說的有多對 真的 我不是想偷你的相機 我想借你的電 我不是想入藍村 其實我想拿蟑螂屋 我找到你,是你 我找到彭仙仔 對不起 我剛才是廚房偷入米 真是綠花藍 I love NACL Good 因為根據這個煉金術外傳 只要我們用他們 可以燒到綠色的火 就可以煉金了 那還不快點試 Let's go 喂,很危險的 What? Jason博士? 對,你想燒這些電池 這些東西隨時爆炸 是嗎 你想做火的實驗 你找個火博士 對 對 喂,慢著,慢著火博士 又不能燒它們 那我怎麼煉金 你想燒裡面的成分 就是火油 是嗎? 帶我來 好 蟑螂屋 不行 對 枉你們還自稱是非精 真的是是非不分 竟然想直接燒電池 很危險 Bingo,綠色火 是由彭仙煉出來的 博士 為何會燒到不同顏色的火 沒錯 因為這裡有三種不同的泡沫物 各有不同的元素 在這裡 在加熱的情況下 那些元素裡面的電子 就會受到刺激 會跳到更高的能量 然後掉下來 掉下來的時候 會釋出一些光 不同的元素 釋出的光是不同的能量 所以就有不同顏色的火 火有藍色的 試一下 有紫色嗎 也有 有黑色嗎 黑色的火應該沒有 因為有一點焦 對… 但這本《練金術外傳》 說乾坤運轉一柱晴天 下一步 既然有綠色火 我已經知道怎麼做了 博士,那邊有美女 一起去看看 真是美女 這裡… 這裡… 很漂亮 你們打完真的不要和尚? 當然 怎麼可以讓她分薄我們的金 但是乾坤運轉一柱晴天 即是轉高的火 你們懂嗎 只要有個轉盤 和梳洞的廢子通 就可以了 乾坤運轉一柱晴天 鮑兒,做事 好 有了… 有了… 好厲害 想買吧,我自己玩火 沒那麼容易 不要 繼續… 博士,為何一轉的時候 火會變得那麼高 對,因為當你有個火燒的時候 其實有股熱空氣向上升 當你同時旋轉這個東西的時候 旋轉的金屬網 就會將它的角度動量 傳到熱空氣 然後令它改變軌道 令它旋轉 同時有些空氣在下面湧入去 將熱空氣繼續向上升 就會增加龍捲火的效果 博士,這樣轉法很累 很久都轉不到金屬 其實有個方法 不用轉得那麼辛苦 都能做到效果 我教你吧 早點跟我們說 玩弄我門媽 跟我來 轉得越快 火龍捲就升得越高 看看阿傑真的在旋轉 靠手動練出火龍捲低級手段 你要高級嗎 不是我,是火博士高級 只要拼了兩塊玻璃 就可以令火力自己騰動 這樣轉 博士,這個方法真的省水省力 為何會這樣 你看到這個裝置 就是用玻璃管 解開一半 然後把它拼在火的中心 拖開一點點 熱空氣向上流的同時 它會抽入一些新鮮的空氣 這樣就經過那兩條縫 以一個旋轉的方式 由下面這樣漩渦入去裡面 令火燃得更旺善 因為有更多氧氣 而且令它有漩渦的作用 全靠這兩條縫 空氣從玻璃管兩邊進入 形成對流空氣 成功令火力 以螺旋方式自轉上升 博士,為何我們練了這麼多步驟 都還沒有出現 原來後面還有寫著 綠綠無窮,火光紅紅 我知道了博士 我們不夠勤力 我們應該要弄66個這樣的東西 我們是非蒸都沒有66隻那麼多 我幫你弄六隻不同顏色的火 紅色 紫紅色 紫色 紫色 還有藍綠色和黃色 很漂亮 點火 一次過點 點火 好像還沒點到 對,但是… 你側而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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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紫色、藍色 紫色 好像在這裡 好像想這樣 很緊 對 看看海會比較厲害 哇… 不要再帶你… 聽聽聽 把綠綠色舉起來 真是鬼火那麼漂亮 漂亮還是漂亮 不要忘記我們最初的目的 好漂亮 好漂亮 但為何我們等了這麼久 都還沒有金 不要這本東西欺騙我 你練金,練哪個金 這個金 有錯嗎 你想這隻金 我這裡有一個金色的,給你了 好 我一整晚 交到這麼晚 月亮都出來了 你給我這樣的東西 下次別見了 你們… 然後關火去 給你 好,先玩下去 這麼彈 你痛 嚇死了嗎 快支快支有錢 對 是否叫你買飯 好痛 下衣又怎會這麼苦 給我100元買飯 我用來做實驗的 對 一支筷子都可以拿來做實驗 喂,叫你的兵出來玩吧 好啊… 好啊… My Army So many Army Lin Tom Lin Tom Lin Tom 做實驗 太好了 喂… 怎麼會這樣 流動實驗室 看你行不行 Yeah 你這隻兵很大隻 TonTon 對人 我們的實驗 就是要你做到 像上這張的效果就行了 試一下吧 好,試一下 我們拿著 看這裡的一張紙 對 好,沒玩過泥膠 你試一下 你做甚麼都這麼好看了 這一刻 夠了,別再打我冰了 騷擾它 你的冰很像是做道具部門 道具部門 好,我們先看看效果 行不行 但你有甚麼科學的原理 去解釋這件事 這是一個違反地心吸力的東西 對 還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我永遠都會說這句 你整隻記這個 就是那個行動和反作用力 對 對 我們再 因為你知道 讀大學要有少許取巧才行 對嗎 你很大隻 沒用的 你先幫我們 好,我們再次證明他的實驗是 失敗 我們第一個 小鮮肉 你好,我是… 你叫我Ronald 是 你剛才記得阿湯有甚麼反應 剛剛 我完全想不到原來是真的 學師學飛 你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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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是… 不過是逐份運捲 是 阿姐說我們是學師學飛的 你讀甚麼 其實你本來 我讀機械工程 我可以了 中文 你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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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是不可以黏住 對 我好緊張 有甚麼現象 你想說 這個現象就是 因為如果 只是直的時候 是很難度有一個正確的支撐力 可以這樣 踢來踢去 你曲曲的話 你會放筆快一點 所以因為這裡 有支援給他 你真的記得 common sense 說得很像科學解釋 很厲害 好東西 學師學飛的精神 好嗎 好 你做到這個才行 好 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看著阿湯就行了 不用急著緊要快 像樣 像樣 其實也成功 好 看著阿湯 成功嗎 你覺得自己成功嗎 成功嗎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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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不是每個人都像Ronald仔 那麼成功 這兩位美女 就讓朋友笑 這個歌仔做到大汗搭西汗 是 我還是忍不住要出手幫一下他 為甚麼你只要放上去就可以 甚麼事 我叫你 Michael Mercy Bossy 剛才有很多人用泥膠 究竟真正的做法應該是怎樣 剛才的同學已經示範成功了 只要一接一張銀紙 之後就放在三角 之後就慢慢把它拉直 好 行了 慢慢來 慢慢來 那為甚麼會這樣 其實如果銀紙都直 的話 它是否會關乎筷子的重心 如果筷子的重心 你的銀紙都直 的話 筷子的重心在兩邊的話 它更容易放進去 所以好像剛才的同學 已經很有科學頭路 我們就要利用兩點的支撐 你一直拉的時候 其實它的重心近一點的位置 摩擦力會比較大 所以它會幫忙拉回筷子 去中間這個位置 就算你看到直直的話 其實中間這個位置 也會有一個很小的銀紙 都會有兩點支撐著這個筷子 這麼多 沒錯 Bossy,你很厲害 為了獎勵你 請你去買飯 怎麼這麼爽快 MegaBossy 我這裡整盤都有 你想吃甚麼 你說吧 你說吧 五星級酒店 五星級酒店 幫不了你 你不要說是非 你說是非 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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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FreeStar 不是剛才開始 36年來已經玩了十萬九千次 因為你這麼難齊 我才在想同一個問題 你這個廢人究竟是甚麼 我們聽答案就是傳說中的 Yes, No 我知道你是誰 我也知道 可以做到傳說中的Yes, No Man 一定是元老級的 零家 奇怪了 奇怪了 你們叫我嗎 為甚麼你會在這裡 那這個是誰 對 很兇 你們朋友嗎 想知道我是誰 我會在外面 Yo…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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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先擔心這哥 好像… 好像旋轉一樣 對 好可愛 因為真的很難喝 你壞人 我買的給我難喝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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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